我们小的时候听你的歌 你知道你有多出名 对 那会儿出了广东那边吧 基本上华北平原 对 我的磁带都有的 应该说我听你的歌呢 就有点像我的青春回忆 很多年轻人 也许都不知道 这位标志性爆炸头的歌手到底是谁 但看到宁静和娜英 秒变弥媚崇拜的样子 多少都会充满兴趣 她18岁出道两年 就登上美国时代周刊 成为首位受访的中国女艺人 巅峰时还曾碾压邓丽君 在全球是仅次于Michael Jackson的女人 张强当年对我们那一代来说 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奇迹 你知道吗 对 而且他几乎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 然后街上迅速就铺满了他的 那个叫磁带 卡带的时候 而且他天天都在出新的感觉 一个星期一张 一个月筹备四张 如果说王心灵是8090后的会议 那么张强就是6070的青春 从85年首张专辑 突破250万销量开始 张强以一个星期一张 一个月四张专辑的速度 迅速占领市场 两年时间就被美国时代周刊 评为全球最受欢迎女歌手第三名 卡带销量更是高达2000万张 几乎你走在任何一个角落 都会听到他的歌声 在1987年 20岁的张强就以各种荣耀加深 且拼一击之力 就带动了整个流行音乐的风向标 可在这时 他却审则出国留学 然而这一曲 也代表着他时代的结束 一年后张强回国产子 八年后付出推出新专辑 尽情摇摆 反响平平 直到02年发行 我希望在你的爱情里 又再次让人想起了 这位曾经的迪斯科女王 2013年张强签约摩登天空发行了 别再问我什么是迪斯科 专辑中的多首歌曲都是由新裤子乐队主唱 彭磊填词作曲 并与彭宽担任专辑制作完成 专辑中的我的80年代 收服托拉金斯基等都成为张强的代表作 更让他再次一炮而红 彭磊作为张强的谜底 深知其适合的音乐风格 为其写作的首服托拉基斯基 最初还遭到张强的抵制 不过最后耐不住要求 没想到歌曲发布后反响强烈 爆炸时快速走轰 张强对音乐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诠释 近年来一直带着迪斯科舞曲 炸音乐节炸舞台炸出零零后的新粉丝 将年少成名和大气晚成 两个矛盾的词都变成他的标签 如今浪姐的出现 又让人回想起拥有蝙蝠山的80年代 也希望他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 我是音小六 我们下期再见